有心电视这个行业基本上是跟水电一样 是一个名声必需品在台湾 我想它深入每一个家庭里面 但是目前的有心电视已经跳脱 以往有心电视只单纯提供收视服务这样的一个框框 也透过我们的网络能够让所有的收视服务 透过我们的线去宽平上网 所以在目前我们除了提供宽平上网跟有心电视之外 整个世界的潮流从类比的频道进程到数位的频道 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 也希望各位不管是工程背景的 或者是节目之中背景的 企划背景的年轻人都能够进入我们的行业 因为在未来我们相信 它可以应用到家庭里面的服务会越来越宽广 我想亲切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不管是面对采访的对象 或者是尤其是客户 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那你一定要对他非常的有耐心 必须要对他很客气 希望他得到满意的服务 他才会持续的付费给我们 我想这是一个很良性的循环 因此这个人格特质上一定是要乐于跟人沟通 而且是非常的有nice的个性 最重要的应该是服务的热忱 那个态度很重要 你的服务的热忱如果是持续不减的 你的专业是可以随时 随时我们公司办的教育训练 或者是给你的资讯会让你update到最新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专业技巧的部分不用担心 可是服务热忱这一块是需要不间断的持续的 我们这个行业欢迎所有不同背景 或者不同科系的年轻人投入我们这个行业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公司里面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部门 比如说我们有接电话的客户服务部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柜台的收费人员 或者是在外维修装机的工程人员 以及在外采访新闻的记者 还有节目企划 甚至于我们这个业务推广的A1 跟一般招揽收视户的这个业务员 那么但是我们有个很大的特质 是我们一年365天完全的要提供服务给客户 虽然是这样 当然我们有正常的轮休 或者是立假日还是有休息 但是呢各位要想象一下 你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 遇到台风的时候 你们放台风下 我们所有的员工必须要来这边提供服务给客户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行业的特质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吃苦耐劳的这个年轻人 来投入我们的这个行业 我想年轻人只要你具备这个努力向上的心情 跟这个服务的热忱 我欢迎所有的这个各种背景的人来参与我们的行业 我不会拘禁说你在学校读的是什么科系 因为每一个科系出来都会有不同的人散播在这个各个社会上的各个角落 我们公司也一样 有很多不是读电子或电机的这一类的科系的年轻人 会在我们的工程部里面 那以我为例 我读的是中文 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做过传播业 我也做过广化公司 所以我当过助理 我当过摄影助理或者是执行制度助理 为什么我愿意做 因为我对这个行业 我觉得传播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个行业 那么当然到今天我已经到一个管理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读什么的 你只要愿意付出你的热情跟你努力去做 一定可以做到你想要做的这个行业